欢迎来小政治,我是启奥 随费柴油价格涨 宾州国盟呼吁选民教训政府 团结党本周向议会入禀通知 寻求悬空八个议席 趁着这次柴油涨价 国盟岛政府的契机是不是到了呢 这样事情我稍后给大家我追踪的这个答案 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 趁着这一次柴油的涨价 我觉得国盟真的是秤并拿命 为什么呢 你看在宾州这边 孙奈巴卡的这个补选 基本上反对党已经是抓到了他们的整个主族 也就是这一次不再拿宗教 拿种族来打这场选战 而反而是抓住这种 全国人民都关注的名声课题 宾州的水费涨 柴油价格涨 来主要作为他们的竞选的 这个很有力的这个武器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难去反驳的 因为水费确实是涨 柴油津贴确实是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实际上柴油津贴所带来的这些好处 是很远才会看到的这个好处来的 你省下来的钱 不管你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些好处是我们短期内 至少在孙爱巴卡补选结束之前 是不会看到的 但是这一个柴油津贴 假设后期会带来任何的这个同棚 这些账全部要算在团结政府的这个头上 因此国门紧抓着这个课题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针对 很多的这些团结政府的支持者 尤其很多是华裔选民 你们不一定要投给国门 但是就是要用这种课题让你们觉得说 这个政府烂 这个公正党不值得我们投 最后只要投票的话呢 国门在这场选举就是十文九拿 基本上孙爱巴卡是他们的囊中物了 除此之外呢 你也看到 慕尤丁对于他叛将的这个议席呢 开始采取了更积极的这个手段 我们之前讲说 他一直好像手软 不敢把这一个真正的通知书递给这个议长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趁着这个财有涨价 全民都在喊苦的时候呢 慕尤丁马上讲 这一个星期呢 我就要乘上去 议长就要做出定夺 现在就回答 那个终极的这个答案 趁着财有涨价 国门是不是找到了岛政府的契机呢 我认为其实这个几率比起之前喊狼来了 是更高一点点的 为什么这么讲 这时候可能你会问 国门之前喊那么多次的这个狼来了 阿耀你又不见得呢 你讲说他会成真 为什么这次会特地重提这个议题呢 原因是之前国门喊了这么多次 他们有数目 他们要导政府 都只是空讲 都只是讲他们有数字而已 但是这次伴随的是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 也就是确实 当这个柴油津贴的事情 受到这么多人攻击 人民不满的时候呢 他就奠定了一个基础 也就是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 是整体有更加提升一点点的 而第二点 也就是如果真的给国门 拨到这么多的这些补选的机会的话 那简单来讲 这八个所谓的补选 外加苏埃巴卡的这些补选呢 其实就是对于 这个团结政府的一场公投 大家想想看 假设 慕尤丁 真的是给他弄到的 这个议席悬空 可能不是八个 我们讲说 鸡蛋蛋这一边呢 两个不能够 我们就讲六个 外加苏埃巴卡 七个议席 如果这七个议席 当中很多是马来区 全部由他们打下来 而且还赢下的话 他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团结政府 因为在处理这个政策上的不利 结果呢 让反对党 横扫所有的这一个议席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真的话 团结政府里面的这些盟员党 会怎么想 就是这个阵容呢 或许不能够支撑他们 赢下下一届的这一个大选 而当中我觉得最明显的 或许就是巫统 OK 巫统在看到了这个成绩 在看到了呢 其实落实了这些政策之后呢 西蒙是赢不下这个 宋爱巴卡的 OK 其他的地方 其实他们合作 也不能够赢下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重大 很重大的警讯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之前 西莱登政变之前 OK 单中BI的这个补选 这个补选 确实不会影响到任何的东西 OK 就是一场补选而已 但是当时候的土团大败 给大家的一个警示 就是土团或许不能够拿下 很多的这个马来选票 到最后变相的一个结果 就是成为了压死落头的 最后一根刀槽 那在这里呢 实际上就算这些的补选输了 会不会一定倒台 不一定 但是他的这个背景的加持底下 他就增加了这样子的一个几率 会不会有团结政府里面的成员党 因为见证到了这个后果 再加上他们感受到了民意 其实是对这个政府 非常的抱怨的 非常的不满意的 转而加速了这个政府 奔奔奔离席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里呢 我才要稍微的提醒一些 近期呢 很多的议题 实则是让人非常的这个不满 但是我一贯以来 其实都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政策落实下来 有痛是痛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稍微长一点点的 这一个将来 政府有没有能力呢 把很多漏洞补上 而这个政策到后期 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效果是多少 假设真的是不满意这个政府都好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下一届的这个选举的时候 再做定夺 再做这个投票 那时候再定论 其实不会那么的迟 OK 所以这期就跟大家聊到那边 希望呢 一切不要往我讲的那个最糟糕的结果去进行吧 OK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